朱元璋很喜欢吃羊肉,如果排出一个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肉食喜好统计,那么,我们大概能在羊肉这一列下面,看到的满都是朱元璋的名字。 明朝有一本书,名叫《黄明本记》,其中在第三卷《饮食章》中,说了一个关于朱元璋爱吃羊肉的故事。 故事从红武元年说起,那年朱元璋刚披上龙袍,坐在金殿,刚刚尝试做皇帝的滋味,做皇帝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? 其实最大的区别,就是尽力要让别人觉得有区别,听起来有点拗口,但很合乎情理的,皇帝绝不能是普通人。 就算你出身普通,那也要想法让别人忘记你的普通。 就拿朱元璋来说吧,他的出身,可以说,随便从大街上拉一个人,都比朱元璋的家境要好。 如果不是恰逢乱世,一辈子到头,能问个地主,也是顶天的福气了,谁又能知道? 你就也能越了龙门呢? 低贱的人做了皇帝,就不再是低贱的了,甚至于连普通的也不能是。 于是朱元璋的出生,就有老红光冲天。 朱元璋的讨贩,有了两个紫衣人的庇护,没有披上龙袍的时候,尚且如此。 何况做了皇帝之后呢? 皇明本记中,就从朱元璋喜爱吃羊肉,这一个癖好上助手,论证了朱元璋为何喜欢吃羊肉。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普通的原因? 是的,如果你是个老百姓,莫说羊肉狗肉,就是喜欢吃蚊子肉,苍蝇肉,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怪癖而已,不值得深究。 但作为皇帝,所有的癖好就一定有原因。 那么原因何在呢? 书中就说了,朱元璋是抗星转世。 因此喜欢吃羊肉。 抗星又名抗金龙。 书中的意思就是朱元璋是金龙转世。 但是这和吃羊肉又有什么关系? 龙吃什么? 龙吞民土物。 好像并不喜欢吃羊。 书中的解释是,龙争虎豆。 民间又把羊称为弱虎。 因此,朱元璋便偏爱吃这个羊肉了。 解释虽然来得荒诞不惊。 但朱元璋爱吃羊肉,又确实是真的。 据太祖时录记载。 有一次,一个狱厨听说,南京城行流行一种羊肉菜。 做法是挑选不足月的羊羔。 用炭火的热气烘为羊羔。 慢慢让其汉尽力脱而死。 最后再上替龙曼征。 吃起来别有滋味。 这个狱厨就像一葫芦画瓢。 给皇帝做一份。 等羊羔做好。 太监也觉得香气扑鼻。 大家都想等住领赏。 就迫不及待地端了上去。 谁知道朱元璋看到这道菜。 勃然大怒。 马上让人去把玉厨的儿子给绑起来。 玉厨还以为朱元璋要杀了他小孩。 吓得晕厥过去。 但是醒来后。 太监才告诉他。 皇帝要你跟儿子三月不得见面。 也体会一下狮子之痛。 并且朱元璋下赵光露寺。 以后不许用如此残忍的手法烹制菜肴。 以上偏和。